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29日星期四 从中国体制内传出突发消息快讯 中共的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被带走调查 就是突然被捕 那么与此同时还说 前任的国防部长也当过火箭军司令员的魏凤和 也被带走调查 甚至说这已经在关押状态 那么这个出事是接着4月份 两个火箭军副司令员出事之后的新的进展 4月份的时候有两个火箭军副司令员消失 一个叫刘玉斌 一个叫张正中 刘玉斌是在各个基地 中国的各个发射中心当过司令员 比如说什么九泉发射中心 什么西昌发射中心 或者是海南的发射中心等等 这个张正中也是如此 当过各个发射中心的司令员 后来这个张正中升得更高 升到火箭军副司令之外 升到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 或者叫中央军委总部副参谋长 那么他曾经在去年大出风头 去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上大出风头 张正中当面呛声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中国国内 受到一片民主主义的欢呼 中国的党媒党报也对他大叔特殊 没想到今年4月份就被带走 所以这两个副司令先后落马之后 现在就轮到司令员李玉超 李玉超在2020年的时候 他晋升了火箭军参谋长 晋升为中将 在去年2022年才晋升火箭军司令员上将 而且是二十大的中央委员 应该说深得习近平的信任和宠信 他以前做过火箭军的各种基地司令员 也参加过什么天安门各种阅兵 庆祝的这个所谓直旗人或者领军人 但是现在传出突然落马 那么有人解读的 往腐败方面去解读 其实没有意义 中共早就不反腐了 习近平权位坐稳之后他就不反腐 而且提出了经济腐败是次要的 关键是政治腐败 就是政治战队才是主要问题 所以这些火箭军司令 副司令落马甚至前任的 当个国防污染的魏凤和都可能受到牵连 只能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反习 再一个可能就是里通外国 把火箭军 火箭军就是以前的二炮部队 是事关中共的导弹 核武等各种机密 还有卫星发射等等 那么这些机密交给美方 就跟中共的军工集团一样 军工集团像重工军工集团 甚至辽宁号 山东号的建造的总指挥 胡文命都已经落马 问号的问 明教的名 胡问明 这个是董事长 另外他中国重船重工的总经理 孙波早在几年前就会判处12年徒刑 也是说里通外国 把图纸和一些设计交给了美方 所以回过头来推理过来 那么哪种可能性大呢 是魏凤河 李玉超 张正宗 刘宜宾 这个火箭军的司令员到副司令员 上将 中将 这些哪种可能性 反习的可能性我认为现在相对比较小 因为反习主要是在二十大之前 那么二十大前后 二十大中 二十大之后 反习的可能性不大 不太可能有这个胆量 或者有这样的势力 或者能够拒绝 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但是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性是他们里通外国 把相关的中共的军事机密 尤其有关火箭军 二炮部队 导弹 核武这些军事机密交给了美方 所以张正宗在去年的香里拉峰会上 越是把美国的国防部长只做鼻子骂 骂得好像按中国的说法 狗血淋头 大扬国位 但是越有可能就是掩盖他已经通美的情况 所以现在上升到了司令员上将 上升到了前任的国防部长 说明火箭军事情很大 不简单 李玉超是去年提的上将 今年就出事 就像最近俄罗斯发生兵变之后 瓦克拉兵变之后 习近平又急忙提了两个上将 一个是军事科学院的一个政委提升为上将 还有一个是北方战区的一个政委提升为上将 是最近的事情 提了两个上将 但是搞不好中共军事和政治的发展就有这么荒诞 今年提的这两个上将 明年可能又出事 说接连出事 而这些出事 反正就这两个原因 一个要么就是理通外国 要么就是反习 但绝对不可能是腐败 因为要真反腐败 反军中反腐的话 那这些军头全都得落马 全部换一遍 习近平可能经不起折腾 而且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很清楚中国的军队是腐败的 中共的将领是腐败的 而且腐败是燕河纪 是宁河纪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你要不给他们腐败利益 不搞买官卖官 你连军队都不可能拉拢 也不可能领导他们 所以腐败反而是一种手段 一方面团结他们 但是一旦政治上出了事情 你同外国也好 是反习也好 那就拿腐败来问罪 这对习近平来说反而很方便 其实对政务系统也是这样 对这些中共的高官也是如此 反正仍然腐败 他心里很有数 然后你政治上反习 他就拿腐败来指 如果说你政治上不反习 反而让你在腐败上得到更大的利益 就跟习家军这些人物一样 百亿资产也好 数十亿资产也好 转移家族之旅财产到西方也好 任理行 只要你不反习 只要你拥戴习 所以这就是中共统治者的一个法宝 现在习近平要一人独大 坐穿黄沙的位置 他也需要这么做 所以现在火箭军接连震荡 当然其实说到火箭军 还有一个叫战略资源部队也在震荡 战略资源部队是跟航天 太空军相关 他的太空方面的司令员 航天部队的司令员 战略制度的副司令员也是一个中将级表 上红在二十大前就突然落马 二十大前 上红已经被习近平定为二十大出席的党代表 但是突然拿掉了一些党代表的职位 其中就包括高尚的上红伟的红 其中的可能性也是除了反习之外 就是里通外国 所以从火箭军到战略资源部队都出了这样的事情 可见中共内部有多虚弱 如果真开战 跟台湾开战也好 跟美国开战也好 跟日本开战也好 恐怕是不堪一击 像这次俄罗斯军队所表现的一样 一个瓦格拉集团造反 他们根本就无动于衷 不敢迎战 一迎战的话 可能谁都不是瓦格拉集团的对手 说到瓦格拉集团的兵变 现在俄罗斯成为一个战时的过去式 但是非常大出意料的事情 没有想到的事情是 这场兵变之后 俄罗斯跟中共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从暗中的斗争到有点像是公开的翻脸 最近有一系列的动作 俄罗斯方面至少有三个动作 一个动作就是俄罗斯在6月28日举办了一个南海周边国家的一个和平会议 但是邀请了南海周边其他国家 却没有邀请中国 中国缺会 中国一些媒体上还抱怨 说南海周边国家 中国不可能缺席 俄罗斯主办这场会议 邀请了像越南 菲律宾这些跟中共有争议的国家 甚至一个他所说的域外国家也被邀请 就是印度 印度是印度洋的大国 离南海比较近 跟中共正处在对立状态 印度跟越南都是俄罗斯的传统的盟邦 叫俄越印三九关系 所以这回连印度都邀请了 但没有邀请中国 就是俄罗斯做出来给中共看的 就是俄罗斯在南海也要插一脚 而且俄罗斯跟越南有联合开采石油 就在中共所说的争议海域 越南的经济专属区 或者经济专属区附近 所以俄罗斯这个动作是对中共来说的非常不友好 甚至具有挑战 说的重点是挑衅的意味 另外 在俄罗斯的议会 就是国家杜马 有一位重量级的议员 他是远东与北极委员会的副主席 突然语出惊人 他说俄罗斯有权收回中共的首首航空母舰辽宁舰 为什么说呢 他说这是中共廉价从乌克兰手上买的 是瓦梁格号 而瓦梁格号是前苏联的航空母舰之一 所以俄罗斯是可以拥有对瓦梁格号的拥有权 而乌克兰廉价的卖给了中共 中共说是做海上娱乐设施 海上娱乐场 但是竟然改成了航空母舰 所以现在俄罗斯的议会的议员 一个副主席公然就说了 从中国可以有权收回 俄罗斯有权收回 而收回之后 他改名为日里洛夫号大概 这个日里洛夫是谁 日里洛夫是一个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 是以前第三党的领导人 当时跟叶利欣时代 跟叶利欣竞选过总统 大概叫日里洛夫 这个要改成他的名字 以纪念他 所以可以说在俄罗斯杜马议会发出这种声音 是非常惊人的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议会是由普京所在的党占主导地位 普京所在的党叫做统一俄罗斯或者团结俄罗斯 所以这也可以看出莫斯科执政当局发出的一个信号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很微妙就是 这个都在兵变前夕了 兵变前后发生了 就俄罗斯两艘军舰说经过在远东地区的时候 首次贴近了台湾东部海域前行 台湾东部海域据说据台湾的水域最近只有26海里 那么很多人做不同的理解 在兵变前的理解说 俄罗斯的这两艘军舰的行动 是说如果中共攻打台湾的话 可能中国联手 俄罗斯做一个侧应 但是还有一些解读说是俄罗斯现在对日本非常反感 因为日本要收回北方四岛 还有大类的重击远撞乌克兰 所以说是威胁日本的一个动作 但是实际上这个本来就可以做两种理解 如果俄罗斯跟中共继续捆绑的话 如果中共发动攻台战争 俄罗斯帮一把 或者说搞一个世家大战 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 中共入侵台湾 那么两国联手在台海搞动作 就偏向中共一方 但反过来 如果俄罗斯跟中共翻了脸 是在乌克兰问题上降温 跟西方重新修好的话 那在台海问题上 俄罗斯也可以反过去 站在国际社会一边 比如美国和西方一边 那么这个动作就是针对中共 而不是针对台湾 就跟现在俄罗斯举办的南海和平会议一样 就是针对中共 就是联合南海周边的小国来抗衡中共 包括他跟越南联合开展石油 都这个动作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俄罗斯一系列的反中共的动作呢 就跟中共这次兵变的态度有关 因为瓦格拉兵变发生之后 习近平和中共方面保持沉默 静观其变 没有动静 那么有些国家就公开的支持了俄罗斯 后来普京就表示感谢 比如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出面调停 使事情和平落幕 那么有一些损伤 俄罗斯的军机被击落了 高级将领被打掉了 但是莫斯科和普京逃过一劫 所以普京非常感谢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 认为好像患难之中伸出手来是两兄弟 为了兄弟朋友两肋插刀 算是一个哥们儿 另外还有伊朗卡塔尔公开的支持 继续的支持普京 支持俄罗斯 还有土耳其的总统也公开发声支持普京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普京对这些国家一一的表示了感谢 但是并没有提到中国 就是因为习近平和中共的态度非常暧昧 本来就在看风向 原先觉得普京受到国家法庭追捕 战争又打得不利 就已经注目的是俄罗斯的总理米苏斯金 中共讨好米苏斯金 认为可能是未来的俄罗斯领导人 瓦格拉兵面骤起之后 中共完全处在状态之外 没有任何的情报 搞不清瓦格拉能够成功还是不能够成功 所以就关风向 官方一直关到事情结束之后 中共才勉强表态 用了一个低级别的表态 就是外交部长秦刚会见俄罗斯的副外长表示支持俄罗斯 但支持的很笼统 没有提名普京也没有提名普京的政府 只是说支持俄罗斯国内保持稳定 或者说采取措施国内保持稳定 笼统的支持 表面上可以理解为支持普京 但是实际上来说 他没有表明对任何哪一方的支持 而且时间很晚 显然引起了普京和俄罗斯的不满 但普京不满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去年普京在入侵乌克兰之前 去出席中共的冬奥会 是唯一的大国领袖出席 虽然他在座台上打瞌睡 而且坐得很孤单 当晚就回到了莫斯科 但是他跟习近平签订了一个很多条约 甚至发表了5000字的公开宣言 号称中俄合作 上不封顶 那就是通报一切 什么都合作 也就是中共支持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意思 那就换取了俄罗斯要支持中共打台湾 但是没想到俄罗斯这个仗打得那么烂 以为24小时 72小时拿下乌克兰 结果打成了一个持久战 甚至俄罗斯处于败局 最近两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瓦格拉事变有一个总结 非常深刻的两句话 他去年的现在 他说俄罗斯的军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郊区 但是今年的现在 是莫斯科的郊区出了问题 他自己的共用军发起了对首都的进攻 对普京政权的进攻 而战时而紧张局势出现在 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的郊区 所以这就是巨大的反讽 他说 美国的总统拜登也说 这一场兵变极大削弱了普京 普京的权力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那么濒临沉下 普京不得不沉下之谋 气球和解 让白俄罗斯总统当调停人 气球和解 才勉强的停止了这一场兵变 进攻 莫斯科或者推翻普京的兵变 所以普京受到了重大打击 应该说可能在习近平跟普京的协议中有些秘密条款 比如说如果普京政权遇到危险的话 习近平出兵去研究解救 反过来如果习近平政权出现问题的话 可能俄罗斯出兵去研究或者拯救 可能有这样的秘密条款 但是如果有的话 习近平这次不仅没有说话算话 而且毫无动机 甚至是在静观其变 犹豫不决坐山观虎斗 所以引起了普京的不满 所以普京这次有连续几个动作 可以说是直接的挑战和挑衅了中共方面 甚至在今年3月份的访问中 习近平跟普京签订了一个条约 其中有一款说 两国都反对在第三国部署核武器 但习近平刚走 墨迹未干 俄罗斯和明斯克同时宣布 俄罗斯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而白俄罗斯的总统路卡申科也对此予以了确认 这是明确的违反了中俄之间所签订的一些协议或者声明 说叫做你不仁 我不义 你不守心罗 我也不守心罗 你要是观望 我也观望 所以互相都是利用一把 说这是中国关系的实质 不过这个时候中方也有一些微妙的动作 那就是突然报道 说中共驻欧盟使团的团长傅冲的言论 傅冲在出席一个会议上 有一个叫做欧洲商会高峰会出席 包括乌克兰东部四周和克里米亚 傅冲回来说为什么不呢 他说苏联解体之后 我们就承认了苏联的各个解体的国家 而且建交的时候就是1991年的边界 所以我们承认1991年的乌克兰的边界 其中就包括了乌克兰东部四个周和克里米亚 2014年被俄罗斯夺走了克里米亚 全部收回乌克兰 他的言论本来是发表在6月16日 在瓦格拉兵变之前 但中方没有怎么报道 国际上也没怎么报道 但是瓦格拉兵变发生之后 傅冲这段话突然被重点报道突出出来 说中国支持乌克兰收回它的全部实地 而且傅冲还说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 是联合国的宪章 我们中国支持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所以他说中国承认的是1991年的边界 这对俄罗斯对普京可以说当头一棒 复冲的言论出来之后 国际上报道 有记者就问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意思就是复冲的言论是否代表了中国政府 是否中国政府是这个立场 毛宁就闪烁其词 似乎有点尴尬 但是又闪烁 他不正面回答 他的回答就是说 他说中国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说希望俄乌两国通过什么政治谈判 来解决互相的争端 也就是说反对战争行事 那么现在可以中方的态度很微妙的 就跟俄罗斯杠上了 而俄罗斯就用一系列动作可以说来还击 或者是挑战或者挑衅中方 所以一场兵闭出现了很多的效果 后果或者说是副作用 其中这个重大的效果就是 居然中俄之间似乎走向翻脸了 或者是莫斯科跟北京之间 习近平跟普京之间 所谓有意的小船眼看就要翻了 本来习近平寄托于普京就是一个个人的情感 就是觉得他在蒙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 那我习近平也蒙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 所以互相欣欣相惜抽一箱头 你扶持我我扶持你 但是这里面涉及到很复杂的国际关系 这回习近平自己也搞不定 说中共党内应该是也有不同的意见 这样加在一起就出现了 中国之间可以说已经出现了重大的裂痕 乌克兰的战事发展下去究竟如何进展 中共的风头主义左右风源机会主义 会表现得更进一步 而且是淋漓尽致 所以中国不可能友好 也不可能和平相处 如果俄罗斯战败甚至被肢解的话 恐怕现在的共产中国 现在的习近平还可能希望在苏联那边 或者是俄罗斯里面去分一杯羹 那么中国这些网民可能也会鼓动 要夺回中国的实地 就包括了海参围 海南炮 江多六十四屯 伯利等广阔的领土 15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台湾的 44个台湾 习近平说过 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都不能少 敢不敢 说这两个关系的四近十就会出现在乌克兰战争之后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